可以看到大楼的二楼阳台火光充天 火车不断窜出浓烟密布 整栋大楼都被包围在阵阵的白烟当中 这也是高雄一星二路 青城五点多突然发生火警 消防紧急到场布水线救援 疑似起火点的二楼屋内 有一名七十多岁的老翁 老翁意识清醒但全身被烟熏黑 在消防人员的搀扶下被送往医院救治 而大楼的其他住户闻到烟味 又听到消防的警笛声 发现失火赶紧跑下楼避难 让我们来听现场的访问 这栋大楼共有五十多位的住户 所幸除了张姓劳翁以外 其他住户都没有受伤 有惊无险